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来到地上 祂把天国带来 祂天国带来的时候 人悔改 有病的得医子 鬼被赶出去 以色列民当中 忧愁的 困苦的 全部挥着 回复得胜喜乐的 对不对 祂说什么 各位注意听 祂讲的话 祂说什么 我若靠着神的灵 赶鬼 这就是天国降临 在你们身上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这句话 我再讲一遍 我若靠着神的灵 赶鬼 这就是天国 临到你们了 各位 这个 赶鬼 所以鬼的工作 和天国的事情 连接起来 各位听得懂 鬼的工作 跟天国 天国的祝福 连接起来 为什么 天国没有 牧师 我的家庭里面 没有和睦 没有圣灵的喜乐 为什么呢 有什么 为什么 有鬼 这么简单 有鬼 鬼在哪里 鬼的工作在 鬼的工作在你现在处在的环境里面 鬼的工作 有时候你早上一起来 鬼来了 不是你看到鬼才有鬼 无形的 属灵世界里面 鬼的工作 你跟人的关系里面 很容易 这个鬼要进来 鬼的工作 那鬼的工作呢 不要随便认识 因为你按照你的文化来认识 鬼是什么样子 你一定认识错的 鬼的工作 你用圣经来认识 两个人 第一 有蒙蔽性的工作 蒙蔽 各位 所以鬼的工作来的时候呢 一切美善的 神的同在 神的作为 你看不到的 你看到的是只有叫你灰心的 惧怕的 困苦的 对不对 我躺在床上 我什么都不可以的 我的命真苦的 鬼的工作是 遮盖你心灵的眼睛 蒙蔽的 对不对 鬼的工作是 然后蒙蔽的工作 另外一个是什么工作 势力的工作 势力 所以讲到 主耶稣说 我靠着圣灵 赶鬼 天国降临的时候 下面那句话说什么 讲到壮士 你们知道吗 你们活在的属灵环境里面 有壮士 原来 天上的 在天上的家 各样的财宝 各样的智慧 恩惠 喜乐 是领导你们的 但是壮士 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势力 一个power 你要从我的手中 拿到这个祝福 除非你的能力比我大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除非你的能力 所以 很多时候 祝福没有领导我们 喜乐没有领导 智慧没有领导 为什么 有一个权势在那个地方 所以蒙蔽的工作 权势的工作 所以 看不到 用不到 跟我一起讲 看不到 用不到 你们一定明白 天国的奥昧是这样的 天国的奥昧 因为它是无形的东西 你看到了 神的荣耀 神的作为 神的同在 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里面 自然奉祂的名祷告 自然遵照祂的旨意来行 自然用到天国的钥匙 你看不到 你随便抓 随便抓 随便宣告 随便操练 随便就是关灯 随便哭 随便什么 那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是你更受到鬼的影响 你们了解吗 鬼的工作 但是我每次在 讲到的时候 每次讲到鬼的时候 有些人很有兴趣 因为以前是拜鬼神 所以 鬼的东西来了 在哪里 各位 我再讲多一个 鬼的工作在哪里 能够看得到 不要用现象 不要用感觉 鬼的工作在哪里 看得到 在你的心 当我们讲到 鬼的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同时要讲到 人心的问题 人心的问题 所以当主耶稣讲到 污秽的灵 污秽的东西 不是你吃进去的 吃进去你大出来的 没有肮脏 乃是从什么 从里面 从哪里 人心出来的 发出一切的恶念 狗和 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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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来的 从 人心 人心是什么 听 人心是什么 人心是不是feeling 每次我们讲到人心 我的feeling 不是feeling 不是feeling 圣经 圣经讲的 人心 the heart of man 是我们灵魂 最深之处 深深深深深深到你 没有发现 原来他的存在 撒旦是在那边做工的 这是人的罪性来的 所以当圣经讲 人心的时候 人心发出一切恶念 人心昨天发出来了 今天又发出来 他是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一个根源 根源 各位 根源 因为有根源 才能根源 喷出来 发出来的 才有根源 发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火山 火山一定有什么 一个核心 一个core 然后才会喷出硫磺 那些火石 对不对 我们每次 哇 太恐怖了 这些硫磺 那些火石 但是原来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核心 有一个core 是你看不到的 你看到井水 哇 这个井的水 为什么这么多 天天跳也跳不完 对不对 不是那个井有水 乃是什么 地底下 因为地底下 有一个泉源 所以 永流不断的 对不对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所以圣经说 你们明白人心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人心吗 人心里面 发出一切的恶念 发出来 所以昨天犯罪了 今天起来又犯罪 昨天骂人了 骂到累了 睡觉了 今天起来又在骂人 你绝对不会因犯罪而累的 你们了解吗 人有罪的人的心事 你们这里哪一个人呢 因犯罪感到腻了 腻了 爱世界 腻了 不要爱了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的 空虚的 你睡一觉起来 你身体一有力量 又来爱世界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 人的灵魂最深之处 那个地方已经corrupted 已经误会了 已经有罪了 已经撒旦的工作 是常常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很深的东西 不是我们常常感觉到的 feeling 我们看到的 哇 大战 哇 人乡嘛 哇 家里就没有安宁 不是看这个 你一定明白 这些只是现象 这些现象 人被鬼斧 吐白沫 这是现象 现象 但是呢 里面还有更深的 为什么又有一个不幸的意念 为什么有一个疑惑的意念 妒忌的意念 讨厌的意念 一来了 他马上会控制你 你会跟旁边的人吵架 你会跟旁边的人 有关系问题 马上就会出现的 各位了解吗 人心的问题 所以鬼的工作 是跟人的灵魂 人心里面 最深的那个地方 今天你们会知道 为什么牧师要讲 身根建造 这个东西 我现在顺便讲 身根建造 因为人的根 就是他的心 但是你要知道 福音是对付这个的 圣灵是感触 在人的心 那个地方的 那个做工的 邪灵的工作 对不对 神的道是洗净 那个灵魂最深处的 那个心 洗净这个东西 使你 因信 因信什么事情 跟永远的咒诅 地狱脱离了 使你因信 心意更新而变化 使你信了 重生了 认罪了 降伏于神了 完全改变的那个心 所以你们会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 在讲天国的 我们不要抽 因为很多人抽象 牧师你讲的 我明天就失败了 我明天就失败了 因为你不懂 什么叫 靠着圣灵 敢 鬼 鬼在哪里 鬼在 那个根源的 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个地方 有罪的心 要怎么成为 一个信 神的话的心 然后从那个地方 圣灵的工作来 圣灵感触一切 黑暗的国 所带来的 祂的工作 然后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你忽然间 哎呀 牧师啊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孩子是 把我带到主的面前的 我这个孩子是独特的 他身上发生的问题 是敲我猛恩的 主啊 感谢你给我这个孩子 主啊 我的身体是没有病的 这个小病 使我能够安慰 所有的病人 使我能够经历 上帝加倍的恩典 像保罗一样 原来不是问题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个时候什么变了 什么变了 你的心变了 你的心很奇妙的变了